大家好,我是响哥 最近还真想吃点肉 今天就在家做一个卤肉吃吃 首先起锅烧油 下入少许冰糖 不停地搅动 将冰糖炒化即可 炒到像这样冒小泡泡就可以了 然后加适量的开水 做成糖色 糖色做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些香料 倒入清水中稍微浸泡一会儿 接着我们准备一个空桶 加10斤的骨头汤 大火将汤烧开 再准备自己喜欢吃的食材 将肉全部冲洗干净 加清水浸泡15分钟左右 香料泡好之后清洗干净 装入保糖袋或者用纱布包起来 如果大家对这个香料感兴趣的话 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面供大家参考 汤烧开之后放上香料包 再倒上炒好的糖色 加150克食盐 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加适量的朝天椒 少许葱姜 再加少许的老抽 老抽也可以不加 换成红取 接着将汤烧开 煮20分钟 接下来开始处理食材 起锅 烧水 放上洗干净的猪肉鸡爪还有鸡腿 大火烧开 开锅之后撇掉血沫 然后捞出来再次冲洗干净 将处理干净的食材放入做好的卤汤中 大火再次烧开 开锅之后转小火 煮30分钟 煮好后再泡20分钟 更加的入味 现在已经煮好了 先将凤爪和鸡腿捞出来 猪肉还没有煮熟 可以再煮一下 最后我们装盘即可食用 卤水做好之后可以做很多的食材 像豆干 牛肉 鸡蛋 猪肝 或者肥肠等 我还是那个爱做菜的响哥 喜欢记得关注我